嘿 大家好 我是特贵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现在是中午12点半 最近突然想拿着相机跟你们聊天 是因为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事 拍视频的热情开始逐渐消退 今天已经是我在诊所上班的第二个月 这个月的工资可能不到1000块 好消息是下午有一个几百块钱的行拍单子等着我去飞 这段时间在工作和生活上也在慢慢的摸爽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迷茫的 无论是这个视频的创作方向 工作上都不是让人特别满意 尤其是最近掉粉掉的是特别厉害 我记得掉了有三四百粉 疫情过后整个频道几乎都没什么增长 刚才在大街上面 反正拿着一个相机对着镜头说话是蛮尴尬的 你自己觉得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这是一个段子 OK 吃饭了 加水要认认真真点吃 那是瘸子 没有翻了 没有 我现在要接单了 我看看他们睡着了没有 OK 他们睡着了 拜拜 宝宝要睡了 不吵他们 赶紧去 没错 有位同学在评论里面说 特贵你每次拍题材的时候你都没什么热情 总之是为了拍而拍 第二问题是做这类影片 不论你做的怎么努力 你好像都无法打到预期 然后做这类题材我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兴奋 也不是特别特别有热情 我就很想尝试尝试其他的题材 尝试了这么久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 所以现在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更重要的是 经济上开始出现一点问题 一会儿跟你们说 这就导致的一个问题 更新的这些内容都不是你们爱看的 比如说像摄影相关的 即使上传了也没什么人看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航拍的单子 是拍摄县城里面哪个景区 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 我才发现 这是一个龙虎城包的荒山 主人家想把它改造成一个松泰农庄 因此这里种的有蔬菜 瓜果还养的有鱼塘 但令人意外的是 在山的那一头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电池回收工厂 回收工厂 据说回收的是铅 还有各种重金属 他们排上的废气 通过风吹到龙虎这边 会导致地里的农作物 收成也比往年要差了很多 好了 飞好了 我们回家 OK 现在我们就简单的录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位置蛮奇特的 是在一个小山包上面 这个小山包后面呢 可以看到县城的一个小全景 蛮有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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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包子姨 姨姨 你的头发呢 头发呢 头发剪掉了 你啥要剪掉呀 我看一下 这不挺好看的吗 这一剪掉了头发很小 现在已经是下午快七点了 好 好